全部馬匹準備拓檔 第一場新馬千艷的短途再準備 一開閘時前面比較快的馬 中間有這隻控制者 外面白衣是你知我心 風雷亦在外面的位置 內蘭藍白隔幾衣優越無事 跟著裡面還有金綠 後一層馬有追風進捉開心樂運 再後多小才見到指電明珠在尾四 尾三見到有這隻無敵龍 再後面的馬匹有這隻得意財星 和線路財星都落後得很遠 轉彎前面帶頭的馬有這隻風雷 你知我心緊隨第二 後面第三還見到幽絕武士 藍白隔幾衣第四位控制者 內蘭有金綠 再後面追風進捉 後面黃衣在外面白臂兩隻開心樂運 再後才見到無敵龍、指電明珠 繞到最後二百多米 前面透出的馬看到內蘭有風雷 白衣你知我心中間有控制者 外面金綠追風進捉亦都追緊 繞到最後八多米 控制者先前 外面追緊他有金綠 內蘭位置還有風雷 大外當是開心樂運 接近終點的時候 金綠直追這隻控制者 接近終點五壁拳又贏了 金綠 第二名就是這隻控制者 第三名就是風雷和開心樂運要拍照 結果投場賽事就是五壁拳馬房這隻金綠 新馬賽都被他搞定了 第二名控制者風雷第三 開心樂運第四 結果都是大家山鬥山的 最後這隻金綠 都是很難騎的 但是因為他有過經驗 最後趕過這隻初出的控制者 跑第三 這隻風雷加眼罩真的不斷 開心樂運跟上次一樣 追回來跑第四 其實馬落後很遠 果然不是當紅的小朋友 五千四都對的 對 大起步 再看 一起步 跳出來很順 在內欄 追風盡足起步又不是很sharp 不止一次 另外又 風雷 真的站出來 加了眼罩 變了 擺在前面 可能這個也是其中的原因 早段有兩隻是大脫節 包括德爾財星 和線路財星 兩隻 真的是財星 蘇迪雄騎的三號 德爾財星都已經不斷 不斷 他正在試 除了眼罩 不可以了 下次再跑 要戴眼罩 除了這幾隻之外 有位達 優越無事 今天沿途躲了一個不錯的位 他跟一號一起回來的 甚麼都假的 今晚回去看看你的最後報告 有沒有 有沒有淡 沒有淡 清淡了淡才算吧 但是你知道我的心 都頗失望 失望的 今天沒有一條欄 背到133磅 唯有這樣 潘頓打得很重要的 控制者 跟你說笑 今天有票 有了